今天片谈音乐 邀请了一队乐队 Ratholic 介绍你们的成员 我是Ratholic的团长 负责编曲 吉他 有时弹琴 打掃下的studio 我叫Deezy 很多事要做 我是阿段 我是Ratholic的Bass手 没得弹Bass的时候 我说他可以打percussion 我叫Mark 我是主音子晴Selina 还有负责Ratholic歌曲的创作 曲词部份 我是Ratholic的吉他手阿瑤 我是负责吉他部份 有时会帮忙处理文字工作 我负责打字 好 写帖 听完你们 你们对歌曲是没有鼓手的 其实是有什么原因 我们在编曲上处理 很多时都用电子鼓 因为你们都是玩电子音乐的元素 所以有时试过 搭鼓手去做了一阶段的时间 鼓手很闷 10首里面坐了4首没工作 明白 接着就开始发脾气 然后就先夹歌曲 然后就先夹人 是 都因为这样就令到我们衍生了一个念头 不如我们稳定学 然后尽量用多些电子的声音 比如你对歌曲叫Ratholic 但你们没有什么红色的 还有为什么改这个名字呢 是否因为真的很喜欢红色呢 其实我们平时也会有红色的演出的时候 这一阶段我们就配合我们的新歌 之前派的歌叫《将外活埋》 所以这一阶段我们都是黑色的 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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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名字是谁改的 当时 要是我们一起改的 但Ratholic是一个颜色 与团长阿段这些特异功能有关 我们会 首先梓形作了一些歌 我们会一起去想編曲 团长他会用一些很 范人不理解的形容词 去形容一些音乐上的感觉 他多数用颜色 我记得有一次听过 除了一些红橙和绿 平时彩虹剑的颜色 有一个很厉害 他说要透明一点 那种透明又不是没东西 要我唱得透明一点 唱得透明一点 但我之后学会了一个词 是玻璃感 是的 我正想说是玻璃感 有时我们在合的过程 阿段就会觉得好像看到一些颜色 当我们合的时候 那种是否是气场 那种感觉是红色的 觉得红色这个字眼很适合我们 我们几个一起去做音乐 然后当我们决定成立我们一个乐团的时候 就觉得要有鱼璃这个字 还有鱼璃 意思上其实鱼璃的好处是我们有男的团圆 有女的团圆 鱼璃是可以形容到男和女不同的东西 女的来说红色可能是一些玫瑰的 玫瑰的一点 但是蓝色或者红色可以代表 也有一阵干阳味 热血 还有血液的颜色 我们觉得是代表到一种很生命力的一种感觉 好 譬如你们成立了两年 去年应该是第一首推出第二首歌 女王曼翠 刚刚对上五月 第二首叫做第二首排台歌 叫做《将爱活埋》 请介绍一下 《将爱活埋》这首歌是 《女王曼翠的前传》 好像拍戏 为何一个女生会变成女王 很多时都是因为要自力更生 开始觉得男人信不过 很多时都是经历过一些情伤 会是你自己的经历 我自己都有这个经历 因为觉得 如果自己有类似的经历去写出来 当然不是每一首歌都要 但如果有他写出来的话 是会更加 更加那些 感觉 亦都会令到别人有共鸣多点 其实我们就是想我们的音乐 可以令到别人有共鸣 他会想到一些事情 即使你听这首歌是一个宣洩了你的情绪 也是一个好处 有一次很开心的 唱完之后有一个男生 跟我们说 看完我们的表演 他觉得可以改变他自己的一些东西 我没有问他是什么 但后来他有在Facebook留言给我 他说我有自信了一个人 因为见到你们在台上的那种自信 那种澎湃的力量 令到我即时可以感受到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好的 我没有想过可以做到这件事 或者是 上张外活迈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是 在射都想着应该很负面 但反而他又会觉得是 令到他很有生命力 是 例如未来听闻 你们会有这个 也有些大计在今年发生的 是什么 近些的话就会拍摄一个微电影 这部微电影其实 是你们自己做主角 是我们做主角 Gentlemen 刚刚拍了一部《爱情杀手》 是 因为作曲的是阿芷晴 帮他写一首歌叫《初戀故事》 我帮他做配音 在那件事衍生之后 他就跟我们说 不如再拍一部吧 我们四个去做主演 我们就很开心 因为阿芷晴 其实他读是否催眠 是读催眠 刚刚考到催眠 刚考了催眠 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故事 就是跟催眠有关的 因为故事 我们这段时间有人说我们有大的进步 我们之前一年一首 一年一首歌 一年一首歌 我们两年嘛 派台派了两首歌 还是你们 因为平时收起来 其实关于我们的编曲 我们工作的程序是这样 我们工作的流程 就是刚才说过 芷晴做了之后 他就不理会了 交给我们三个 不理会了 做歌的意思是有melody 有melody 有词 词也未必立刻有 有melody 有melody 我们就会砌弦 很简单 拿着吉他砌弦 砌弦后 你也要开始编曲 是 通常编曲第一个重音 就是交到这一段 但是我们没有东西多 我们坏巧多 是 所以做了一首歌之后 他就听听 好像没什么缺乏 做过 又再做 重新做过 可能那首歌 出街版 不是那些 奏述式版 出街版有五六个 最后可能选择第一个 或者第二个来做 这样才做 会尝试很多不同的 我不知尝试 有时会受天气 神情 最近看到的电影 因为有时我们做歌 我们很希望歌曲有画面感 电影感很重要 最近我们看什么电影 我们很喜欢谈这些 不是只是谈音乐 当然电影里的配乐 都是我们很着重的 最近看多电影 觉得歌曲可以再加一些东西 我们迟些会做一些 奏述式的表演 我们会看那些奏述式的表演 究竟是下午还是夜晚 日后还是夜晚 如果是日后 我们本身说那首歌很暗 不如弄黑一点 或者我们可能要去咖啡唱 我们将一首 本身很上飞 很跳的歌 就变得好 Bosanova 很放鬆 但可能是十分钟而已 即同一首歌可以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演员 有很多电台的DJ 都突然问过 这首歌我听过 但你上次不是这样玩的 是 因为有一次是晚上 有一次是早上八点 每一次都有新东西 每一次有不同版本 我又有点兴趣去看看 今次是玩什么 那你下次听一下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卖点的 你们可以着重推卖这方面 我们昨天在拍摄 先在谈谈 我们在拍摄一首歌 我们做了两个版本 之后发现那版本太好听了 其实可不可以 在公司可不可以放在碟上 但这是别人的歌曲 就是别人的首歌 别人的首歌是我们的 其实也可以的 只是跟公司聊天而已 你们编完之后觉得很好 很满意自己 是唱了另一层脏 不是满意很简单 有时我们做一些 说是cover 但我们是用一个 我们自己做自己歌的态度 其实那个叫rearrange 对 有些歌迷的粉丝 真的留意到我们每次 就算是cover歌 就是唱别人的东西 每一次都留意到我们不同的改编 这些都很感动 我都见过你们有自己 翻翻自己的演艺版本 例如这些歌你们会不会再玩 或者当自己在碟上出 我们不会玩 那次已经公开说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不想再去炒作这件事 因为有时我们出场 我们都练得很辛苦 虽然我们都很喜欢这件事 亦都不介意去练习 但每一次可能记者会去问的问题 都会牵涉这件事 这首歌的 会出了来的报导 亦都将我们的演出 是完全是编杀了 甚至是抹杀了 甚至是抹杀了 去写关于这首歌的东西 亦都会把整个组合一起去写 只要我一继续唱 便会不断继续唱 故事永无止境 它有新闻价值 人家听不到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是最惨的 所以我会觉得 应该是时候要放下 刚才你说一首歌如何去演绎 很重要 你说这首歌是否不配合他们 其实我又觉得不是 因为我当初写 其实是为了他们去写 见到四个妹妹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青春笑崖 所以我没有想太多 这个都是我可能忽略的 因为后来的攻击的一些意见 或者是给我的一些意见 无论是正面或负面 我都会吸收 我都会觉得有做得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不单止是他们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承受的压力都挺大 其实他们都是很青春很新的 是的 都希望大家去 其实都是正常人 给大家一些空间 没错 你们认识的目标 或者你们的方向又会是如何 挂起Bang这个名字 和歌手这个名字 就好像挂着你是独立乐队 还是有公司乐队 那个关系差不多 为什么呢 他也是一个歌手 对吧 不过演艺方式 是有三个男人在后面 是 好像他爸爸那天好笑 吃饭 然后他就问 他爸爸说我刚才看到你 在电视 在电视 我刚好在那里 然后他就问 你见不见到阿段 我看不到 都不要紧了 我看到他在那儿跳舞 他说我在那儿跳舞 那我当然不会跳舞 他说MV是跳舞 不要紧了 但他教识了一件事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他是一个歌手 我是一个舞蹈 每人体有不同的感觉 感觉大台 可以给我们多些机会 他是一个歌手 我们舞蹈 我们不是Bang 他可以入选女歌手 他真的是女歌手 但为何要这样分 Bang是一个体系 是一个名字 对我们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角色 这里有几个人 不是一个人 不可以叫他不是歌手 他也是我是歌手 那边商可能是给名字 给名咸去框住了这个空间 刚才提到独立和签过公司 我们争持了一段时间 后来想想想 其实我们是独立学队 不过我们是有公司 为何呢 因为我们的制作是独立 独立自主 除了音乐以外的东西 当然是很多公司帮我们 去处理所有的东西 我们是独立 很独立 大家都很独立 他不会干预我们音乐制作 你交一些歌曲 或者你做好演示的歌 他们会否拒绝 会有意见 有意见 是的 但都是挺正面的 题材方面 题材方面 是你们有主要是决的 例如未来那套的微电影 它是连剧本都可以给我们 去量度的 即是尝试 除了是因为这种 要配合宣传的一些题材 它会提醒我们之外 其他有一些都不会太干涉 基本上那套微电影 幕前幕后的东西 都由你们一手一脚 独立 祝你们10月份 会有机会出碟 到时我们再见面 再做访问 希望你们 预祝新碟大卖 好的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 点赞 中文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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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